再来关心到政治的焦点 前总统李登辉结束六天的日本访问 今天反国 不过此行传出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见面 李登辉演讲时还公开表示 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 在国内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而统派团体十多人今天是前往机场来抗议 而新党的主席玉慕明明天也将到北检控告 李登辉涉嫌外患罪 I love you 结束访论行程 前总统李登辉二十六号傍晚反抵国门 台联党大阵仗阶级 后来 谢谢 慢慢 后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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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联青年军送上鲜花 高喊我爱你 不过媒体报导 李登辉此行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秘密会面 成为中日媒体焦点 日本感觉怎么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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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他有跟安倍首相说什么吗 只说谢谢不多谈 李登辉神情显得疲惫 航空公司也贴心准备电动车 不过亦凡帝国门受关注的不止如此 访日期间曾说钓鱼台是日本领土 还有台湾也感谢被日本统治 在国内掀起舆论反弹 新浪主席预勇明27号一早将前往北检告发李登辉 勾结安倍晋三出卖我国领土涉嫌外患罪 而一回国中华统一促进会数十位同派人士也前来机场举牌抗议 尽管被航警远远隔离在入境大厅外围 没跟李登辉碰到面 但周围随乎绷紧神经 也让李登辉一回台湾就感受国内不寻常政治氛围 有点TV陈江林刘一轩综合报道